如果你生活在旺角,油麻地,这些闹市,车多人多 而你又想去郊外那里舒畅一下,远离这个帆宵 今天就有一个好介绍给你了 只要你来到这个油麻地地铁站,私出口 今天就有油麻地地铁站,私出口出发 过一条红绿灯斑马线 向尖沙咀方向走,走一会儿就会来到中华书局 就在中华书局的左手边,有一个叫中方街 中方街有一条七彩的楼梯 沿着这条七彩楼梯上去,就是今天的起点 在天主教民生书院旁边,有一条有盖的黄色秘密通道 现在就一起走上去看看这里通到哪里 一路上,原来通到这些豪宅区的 有钱当然住高点好,空气都好点 哇,原来这里叫做卓氏花园 看下来我找到有钱,也买回几个单位住 想不到政府都很贴心 楼梯这么有车又长,也只剩下几张座椅 你坐下 不用五分钟,就带到你去这个鸟梯花香 好像郊野公园一样的境界 哇,住这里又真是几好啊 旺中大静,豪宅真是豪宅 又有个私人网球场 所以说在香港有钱是几好啊 这些鸟梯花园街那些铁树就见得多了 铁树开花你就见过没有? 啊,这些铁树多漂亮啊 原来这条路呢 就是通到这个京士泊游乐场的 维园啊,九龙公园啊,就去得多了 京士泊游乐场呢,都是第一次来的 香港已经好多日没疫情了 那些软毛球场啊,网球场啊,都开了 可惜今天就没带网球派来啊 要不是订阅个场,打两场网球才走 参观完京士泊游乐场之后呢 我们就在山上出发 上次拍尖沙咀的神秘通道那时呢 我们是用手机拍的 现在呢就是用Gopo 7拍的 那你们看一下画面呢 会不会比较稳定一些啊 没有尝试那么震 前面有一只虫雪 不过很怕人啊 这里原名是叫京士泊山 海拔四十米高 在1934年呢 已经由英国人 兴建了成为这个配水库了 这次呢 都是故地同游 都是上回来上次这个 油麻地配水库 一部邱田花园 旁边这里呢 就是京士泊气象站 就是这样啊 依然都是这些牌啊 请物喂自雀鸟 请物晒浪衣物 因为很多人在这里晒衣服 和喂雀的啦 这里没有东西多 雀多 而且穿了是不怕人的 特意走过来 就去拿东西吃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只是八甲 还是猪颈斑溝啊 不知道的朋友不要紧 可以看上一集 由麻地的神秘通道 这一条小路 由于上次已经来过一次 京士泊 配水库 所以这次就不多久留了 由这条小路下去 通过这个公园的东北边 无论行车路 又或者九龙华人书院的小径 都可以通过这个窩打路 乘巴士来开 临走前 我就刻意地 经过这些阳场小径 就由这个公园那里 再绕一圈 完成上次未探索完的地方 其实这里的设施和风景都不错 如果下次你有机会离开游麻地 不妨浪半个小时 走来游览一下 这里走出去就是珍义里出口 你们平时搭车经过窩打路 都经常都会看到珍义里 不知道你们又会不会认得呢 我们的留言板已经搬到会员专区了 想成为我的粉丝 支持我的创作 请按下这个连结 未成为我的粉丝的朋友 都记得订阅分享 给多个like 再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会知道我何时会再出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的 的